Hello大家好,我是坎西 那今天呢是3月25号 德国已经有超过37,900例的确诊了 可能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就有38,000例的确诊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德国的生活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最近又有很多的留学生着急回国 大家可能买比平时贵好几倍的机票也要回国 那很多人可能对欧洲的这个实时的这个情况呢 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这边情况是什么样子 那我现在呢只能代表我在的城市 是德国的首都柏林的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个外面的一些情况 那这个是我家门外的一家意大利餐厅 它已经关门了 然后我右边这家卖那个葡萄酒的店还在开门 不知道为什么卖酒的还在开门 很奇怪 我以为店全都关门了 那我这边柏林是禁止两个人以上的团体一起出行 那这家人三口一起出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家门口料店从来没有排过队的情况发生 现在居然有人排队了 那我来简单的阐述一下目前我所在的城市柏林的情况 其实呢我这个情况应该可以代表大部分的情况 首先德国是一个老龄化很严重的一个国家 仅次于意大利还在全球应该是第三 然后现在德国的文化就是德国的老人喜欢自己自己住 然后一般是自己跟他的伴侣住 我这边这个小区呢基本上全是老人 然后基本上都是60岁甚至70岁以上的老人 他们都是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 自己开车去超市囤货 然后再回来 老人戴口罩的基本上我看下来还比较的多 比年轻人要多一些 年轻人我基本上没有见到什么戴口罩 反而是老人戴口罩的多一些 因为这个病可能主要攻击的对象也是老人吧 但是呢年轻人不自觉的还是挺多的 很多年轻人还是去搞party 当然有些人要工作就是没有办法 其实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还是要去上班 很奇怪 外面的车子也挺多的 可以看到视频里面 外面的很多人还是开车要去干嘛 不知道 再一个就是说 现在人们的意识开始提高了 戴口罩数量越来越多了 这跟之前德国政府所宣传的戴口罩作用很小 这个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可能大家也意识到现在情况跟政府之前所预料的啊 或者说所报道的差距有点大啊 因为数量上升的很快 所以人们人民呢开始就有意识的去买口罩了 但是现在口罩在德国呢是比较难买的啊 我这边是没有买了 因为我不出门啊 这就是德国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 那最近也看到很多留学生在 网上可能求助到底要不要回国 我个人建议的是不要回国 除非你一定要回国 不然呢我建议是待在自己的家里面是最安全的 因为最近境外输出的病例还是蛮多的 很多人都是可能之前没感染啊 或者说之前不知道自己没感染 然后回国之后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感染了啊 这个风险还是挺高的 可能飞机上有一个人就就可能就是有这个新冠肺炎 然后你就因为跟他坐一班飞机 你可能会被感染啊 我最近呢并不是很害怕这个病毒 因为我每天都待在家里面 然后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刚好可以多剪一些视频给大家看 然后也可以学习啊之类的 其实我不是很害怕 我也觉得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害怕这个病 因为害怕没有用啊 有用的就是乖乖的待在家里面 买其要吃的东西 然后就慢慢的等这个医护人员 以及他们慢慢的一些人去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 只要我们都能在家里面待 这个疫情其实呃 随着时间的增长会会慢慢的下降的啊 但是如果很多人都不听话的话啊 觉得可能在家憋太久了 想出去一下啊 如果都是这么想的话 那这个疫情可能就很难得到解决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